你說我們是想去騙他們 拖延他們打台灣的時間 讓他們放下戒心 你確定你不是被玩的那個嗎? 人家要的就是你減緩戰備 人家要的就是說 喔你看 選這幾個黨啊 才可以跟中國有和平的可能啊 我可以跟中共好好談的那些人喔 你們玩什麼兩面手法三面手法 中共都知道啦 當然我相信你們還是不可能賣台 但是你們可能會玩火自焚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九 首先想先帶來一個好消息啊 經過我們台灣人的努力 最近法國政府終於廢除了 台灣人在法國的檢定證書上面 被選了China PRC的國籍 我覺得啊 有一半的功勞啊 還是要歸功於被驅離的中國駐法大使 盧沙爺啊 他從前年開始就口出狂言了 什麼打下台灣之後要建立集中營啊 教育營啊 然後前幾個月開始又得罪了大半個歐洲 對吧?不僅如此 日本的神社也出現了語言分類 我們看到這張圖 有英語系的國家 有韓文系的 最棒的是他把中共國跟台灣分開來看 那身為一個台灣人啊 看了真的很感謝這些神社的做法 甚至上面的用語啊 我們也可以看到他也用了台灣人習慣的用法 其實今天中共如果沒有想併吞我們 沒有想要侵略統治我們 我覺得把台灣歸在中文類 中文語系完全合情合理啊 對吧? 不然我現在講的是什麼 譬如說馬來西亞跟新加坡 剛好也是用簡體 那他們也會被規律在這個簡體中文這一類 而英語系的國家也會被規在同一類 但是這不代表他們是同一個國家 你們也可以發現 德語通常在歐洲的捷運系統 會出現德國國旗作為一個代表 但這並不代表同樣說著德語的奧地利 它屬於德國的一部分對吧? 但我相信如果今天英國主張使用英文的都是英國領土 神聖不可分割 那我相信很多國家也會希望跟英語代表分開來 語言只是作為溝通的一個工具 它並不是拿來做統戰統一的藉口 所以不要再跟我嘴你有本事不要用中文不要用漢語 首先你用的也不是你所謂自古以來老祖宗用的漢語 對嗎?你用的還是英文羅馬拼音打出來的簡體中文 但是這些都比不上這張圖來的暖 這是日本的一家店的告示 裡面寫到服務人員會的語言 眼尖的觀眾朋友發現了沒? 重點在台灣跟中共國 還放了國旗直接單拉開來看 這位叫做李秀卿的店員啊 他竟然會兩種漢語 另外一個叫做殷家欠的 他只會一種漢語 中共國的漢語 我覺得太棒了 這家店真的政治太正確了 我超喜歡的 雖然最近啊 尤其是今天看到這個 我們國家的藝人黃紫嬌整個大爆開 然後又連環爆了 好多好多大瓜可以吃 所以相信最近的娛樂版面 大家應該會吃了不少瓜吧 但這邊還是想說一下 網紅或是藝人啊 同時也代表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一部分人群的縮影 所以像藝人啊 像有些網紅啊 如果他自己的品德品性 或是私下做了一些不好的行為 那也就代表這個社會上 有很多默默無名的老百姓 他們可能不是網紅 可能不是藝人 他們也在這樣做 所以如果當這個藝人啊 這個公眾人物啊 越來越多這種事情被爆料出來的話 那抑鬱者下面他們代表的這個社會縮影的人啊更多 所以大家好好多注意身邊的親朋好友 有沒有出現類似的狀況 都可以關心 都可以阻止 跟及時的勸導 這是我們國家要進步大家的責任 不是說我們只怪罪某一個人 這是大家要一起努力的 某話再說回來 最近又有一位叫做王小王的小粉紅啊 在西班牙浩市 他跑去當地的一家星巴克 全程用中文點餐 最近不是很流行這個嗎 把過程拍下來 然後標題叫做 全世界都在說中國話 當然啦 西班牙的電源啊 一頭霧水 結果 最後還不是匕首畫腳 但是啊 關鍵的是什麼呢 這個小粉紅在離開的時候啊 說了一句日語 他說了日語 我相信 這個地球上多數的人 應該都知道這個是日語 電影也常常出現對吧 通常歐美的電影 有一點日本人的話 一定也會講這一句 所以呢 這個小粉紅就是故意甩鍋給日本人 因為不見得日本人聽得懂 這個小粉紅在裡面說的中文 這個小粉紅在裡面說的中文 也並不常見 他也不是說什麼 你好謝謝 如果像是這種 我相信應該多數的人 也知道這是中文 但他沒有在裡面講你好謝謝 他講了日文的通用語 他講了大家最為熟悉的日語 謝謝 你們這些小粉紅真的是齊心可珠啊 我只能這樣講 而最近中國不僅宣布 每一週工作一個小時以上啊 你就不算失業人口 還規定金融界的公司啊 員工或是高管不得炫富 那這個炫富的行為 包括了穿戴明顯的名牌 出差的時候 也不准住五星級的飯店 像中國的一些銀行 已經開始消減員工的福利跟津貼 砍薪之類的 夏季今天也砍掉 而這麼做是怕被扣上打攤的帽子 那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怕會激化中國底層跟政府之類的矛盾 應該說這個現象一直以來都有 但以前中國政府不重視 為什麼 因為以前中國的經濟 在2010年那個時候 到19年都是還不錯的 心心上籠的 但最近的中國 為什麼要特別重視這一塊呢 可見中國的經濟 確實大不如前 我們之前那些數據都分享過在不同的影片 所以也不是說髒嘴就懶 那中共的銀行又在幹嘛 最近降洗放水 甚至優惠鼓勵買第二套房 這些通通都沒有用刺激不了消費 刺激也刺激不了經濟 中國的房價最近跌很多 很多人都哀哀叫 不是說房價跌了大家 喔房價跌了好棒喔 我買那起房 不不不不不 中國的房價跌這個是結果 原因是因為錢喔經濟不好 而房價跌 所以不要倒果為因 比如說像原本五百萬人民幣買的房子 現在很多人那個貸款買 然後現在砍半 砍了兩百五十萬 砍了三百萬 還賣不出去 沒有人要接盤 然後你又失業 你薪水又被砍 你還不上這個房貸 所以你要把這個房趕快脫手 但即便你脫手了 或是你被法拍了 你的貸款還是要全部還完耶 你的利率還是要全部還完耶 連本代利的權還喔 中國房貸的利率真的是太可怕了 之前有做過影片分積 跟他們的薪資完全是不成正比 所以我就看到之前有小粉紅 喔幹歐美的利率也是差不多這樣嗎 喔也是啦 你中國畢竟最近都晉升成已開發國家了 對不對 雖然你們不想承認 之前中國在春節期間又宣導 禁止人民哭窮在網路上賣產 說自己不如意的事通通不准 現在又加了一條不准所謂的炫富 所以看中國經濟除了各方面的數據參考之外 還要用不同層面的資料跟社會風氣來判定 而最近中國有人在網路上教小粉怎麼住爛尾樓 帶大家來看一下影片 兄弟姐妹們最近總有人問我 買不起房子租不起房子 沒有地方住怎麼辦 我給大家推薦一個住宿啊 就是說這種爛尾樓 但是住爛尾樓有住爛尾樓的規矩 首先咱們如何挑選爛尾樓 第一各位挑選爛尾樓 不能選這個就是結構已經破壞了 住爛尾樓馬上千萬不要在樓裏亂串了 不是說樓裏會有什麼東西 許多爛尾樓的 暗坑有的坑你晚上你看不清各位 你走走走你喀下掉坑裡人就受傷了 第二點是啥 如何選擇勾火 勾火那麼可見 走著這種廢棄的磚頭 往那一摞 中間給他留一個勾火縫的 咱們先把勾火點整放 附近如果有什麼樹木了 有一些這個可燃物了 咱們盡量就不要點 其次啥就是 你點勾火會有煙 這種樓上面都是有頂的 你看這個煙會飄不出去 所以說啥各位 你像附近這種窗戶 咱們就別瘋了 或者說你把這個窗戶封成可以 你要留這個出氣口 要不然人會燃氧化碳中土 就是說氧氣不足 你看現在這種窗戶就沒事 雖然說他這個煙蟲頂排不出去 但是他已經瘋了 外面的空氣也沒進了 暖心的住爛尾樓教學 買不起房可以幹嘛 可以去住爛尾樓啊 那影片的最後還是要來說一下 最近中共邀請的國民黨 民眾黨還有新黨 來參加所謂的海峽論壇 以上這些人都去了 不管是以黨的身份去 或是以個人的身份去 那中共派的代表是誰呢 王滬寧 那王滬寧又是誰呢 他是聖上的軍師啊 很多亂七八糟的口號跟路線 都是他幫聖上清定的 什麼全面脫貧啊 攻堅勝利啊 退靈環根啊 農館啊 全面小康啊 聖上思想毒本啊 這些都是他定的路線啊 當然可能也是聖上的意思 你說我們是想去騙他們 拖延他們打台灣的時間 讓他們放下戒心 你確定你不是被玩的那個嗎 中共的宮廷鬥爭 你國民黨還玩不夠 你國民黨還輸不夠耶 我們民主國家跟人家玩這一套攻心 你確定齁 人家要的就是你減緩戰備 人家要的就是說 你看選這幾個黨啊 才可以跟中國有和平的可能啊 你選民進黨 我就不要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我就是不談 就是只有戰爭的選項 台灣民眾就覺得 我們可以不用那麼兵兇戰畏 然後他突然來一個騎兵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都放下戒備 也沒有軍夠了 什麼都沒有 怎麼打他 所以中共這樣才可以 真大機會拿下來台灣 當然啦 美國一定會出來打 但是當台灣人都毫無鬥志 甚至放棄 沒有軍備抵抗 那美國有立場幫忙 沒有嘛 你已經玩這個路線 什麼一中各表 這個路線玩太久了 中共以前沒打過來 是因為他沒做好準備 而他認為和平統一非常有可能 所以他讓你玩 實至今日他們加強戰備的原因是 和平統一無謊 勝上二連任之後 到今天你們繼續對比 胡錦濤啊 還有這個鄧小平 你們繼續對比軍事策略 而他們中共自己對內 也不相信和平統一啦 所以你們那些 國民黨那些玩什麼 我可以跟中共好好談 的那些人喔 你們玩什麼兩面手法 三面手法 中共都知道啦 所以今天是你被玩 還是他玩你 當然我相信你們是不可能賣台 但是你們可能會玩火自焚啊 今天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跟中國 談了五個多小時 仍然是基同鴨獎 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 而下次要安排王毅參訪美國 所以可見這次的會談 象徵性的意義比較大 目的是讓美國國內的那些 跟中國還沒脫鉤的企業卡 欸我有在緩和喔 我有在做事喔 那對中國來說同樣也是 欸我也是在緩和喔 所以中國你們還是可以來投資的喔 對不對再繼續把錢送過來 然後我再讓你們繼續爛尾 但實際上脫鉤這條路線是不變的 變的只是在你的速度多快